欢迎回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义 在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大会 在12月11号画下了据点 与会的各国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14号通了电话 许诺中国愿意与各方合作 确保巴黎协议有效实施 但是在峰会期间 刚刚大肆庆祝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 超欧改美的中国 却不断地说自己很穷 不愿意与发达国家 采取同样的减排标准 身为世界碳排放最高的国家 中国是否真的有心来遵守巴黎协议呢 而气候变化对中国有何影响 峰会期间 北京的雾霾进入红色警戒 民众纷纷戴上口罩的同时 中国的市面上却流通着假口罩 中国人民的健康究竟要如何保障 今天蔡云讨论的来宾 一位是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 中国研究员赵燕先生 再次欢迎您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 王明北风的温云超 北风再次欢迎您 你好 所以我们的观众 还有听众的线已经开通 请大家可以拨打400-120-051 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北风 这次这个巴黎峰会的签订的亮点 有哪一些 那么气候变化对中国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这次巴黎峰会说是有亮点 只不过是议会的200个国家达成了一个协定而已 这个协定相对于比6年前 也就是2009年的哥本哈根 其后会议来讲 当然算是一个亮点 但事实上我们仔细看一下 这里头究竟有多少亮点呢 我们其实也是很存疑 那其中之一就是 发达国家每年要给1000亿 给发展中国家来协助 新电灵能源 包括控制这些排放 但是这个1000亿最后怎么摊 摊到谁头上 这个也充满争议 最后能不能落实 现在也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都承诺就是说 希望控制温身 包括两度的目标 包括1.5的理想目标 如此类的东西 但问题在意就是 它又没有严格要求 每个国家具体要落实 减排到多少 也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 来监督这些 大会只是设定了一个 就是说五年开一次会 来检查一下 进展感如何 但是如果你没有对 每一个国家 象征性的协议 就是说大家 温云超现在的连线 可能有一点受到干扰 我们先来请教赵云先生 刚才温云超也提到了 就是这个大会里面的协议 说这个发达国家 要提供给这个发达 比较1000亿的资金 来做减排的动作 那么当然我们看到 也提到了之前的 这个哥本哈根的 结合大会2009年的 那我们看到在2009年的时候 中国那时候是讲说 我是发达中国家 所以我不能够承担 那么多的责任 不过现在已经过了 这么多年了 我们看到中国现在不再 已经可以成立 亚洲开发投资银行 亚投行 还可以来推动 这个一带一路 那么人民币也在这个11月 被纳入了国际货币 中国已经是一个 非常富强的国家了 但是在这一次的会议上面 中国还是不断地说 它不愿意跟发达国家 站在一起 为什么 从这个中国整体上看 应该说东部地区 进入这个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是有一定道理 但是西部地区 你说它是发达国家 我就看不出来 因为我至少八年前 出国之前 我还看不到 现在从很多国内记者 反馈的消息上来看 西部地区依然 很多地方还都很贫困 所以他们才提出 这个西部大开发 那开发的结果会怎么样 也都是大中型城市 得到的开发 边远的山区和农村 基本上还是这个 原有的旧样子 你现在说搞新城镇建设 那现在十八大以后 已经过去三年了 新城镇建设 关系西部地区的新城镇建设 我们依然没有看到 这个很富裕的那个状态 那么说西部 还是一个发展 发展中的状态 或者这个贫穷落后的状态 应该是这样说一些 就把东部和西部分开 来描述一下 还是比较准确的 是 那您刚才提到说 所谓这个开发 我们知道中国许多的开发 当年早期的开发 是没有注重环保的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污染 沙尘暴 现在的雾霾等等的 那我们也看到 中国的现在这个燃煤厂 也很多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一大的 这个碳排放大国 那不管是对于世界的 这个污染 中国是否要负责任 或是对自己 国内内部的开发 是否应该更加谨慎 中国是否在这个方面 应该有更多的考量呢 在开发这个造成污染上头 您刚才说的对 就是说这个中国在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 这个碳的排放量 这个大大的这个地增了 那么现在遇到了新的问题 产生了这个雾霾 这个雾霾 主要因素是 由于这个煤炭的排放 尤其是冬天的取暖 和这个新生的这个重化工业 导致产生的问题 一进入冬天 那么就一定要有雾霾 其实夏天雾霾也很严重 我过去都知道 北京原来叫春天有风沙 现在叫一年四季有雾霾 那我看了一下资料 就是北京晚报登了一个资料 新京报也登了资料 那北京市委市政府 在这个2013年12月份 就是这个时候 向这个世人承诺 到2016年的年底 2017年的年初 这个要把雾霾彻底清除 然后北京晚报也登过 这个1996年95年说 我们绝不把这个雾霾 带入到污染和雾霾 带入到21世纪 那96年97年 那个95年96年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说了 现在就说说2013年 北京投入了多少钱呢 当时做的预算是7600亿 就是跟这次这个会议 1000亿美金 这个给这个发展中国家 搞这个减少这个污染 比数字基本相同 那现在13年到现在 现在已经是15年 两整年过去了 三年头已经开始了 那北京的雾霾 现在是减轻了 还是加重了呢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月 北京天天说这个雾霾 因为老百姓说很多笑话 这个有的记者采访 说大妈那个 您看这个北京的雾霾 那个什么时候会治理啊 那大妈一张嘴 第一句话就说 您看错了 我是你大爷 我不是女的 就是雾霾已经严重到 这种程度了 人家记者去采访 那看不清是男是女 因为要戴口罩 口罩又黑 你一戴帽子 什么都看不清楚 到这种程度了 那我们就要问 如果在这个政治文明 比较先进的国家 就是第一 你7600亿 怎么预算出来的 预算出来以后 你计划你是怎么花的 那么现在你 已经干了两整年了 是吧 你13年的时候 你提出现在15年 两整年了 整个24个月过去了 你这7600亿 应该花了多少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 应该说你花掉了钱 你那个雾霾的程度 应该越来越减少 现在我们看 是雾霾的程度 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再有 再有这个16年 马上就16年 要开始了 到17年的元旦 一年的时间 你如此严重的雾霾 已经加重的雾霾 剩一年时间 就能减轻吗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里 我们就要有 有一个问题 就要存在问了 就是说你作为 北京市的领导 你郭金龙也罢 这个市长王安税也罢 你庄严地 在这个新闻媒体上 做出程度 我们到2017年初 把这个雾霾的问题 彻底解决 现在不是彻底解决 而是彻底加重了 那么加重这个结果 你现在用 你中共自己的话语讲 叫党政同责 你7600亿 至少你两年过去了 你用三年时间来整 来治理的话 你7600亿 你已经应该是至少 是花进去一半了 你一半你没有减轻 你倒加重了 那党政同责 你7600亿 还有一个数字 就是说北京今年的 这个肺癌的这个递增率 以48%的这个数字 在增长 这是很恐怖的一个问题 你关系到这个整个 人民生命的健康问题 你花了钱 人民的病没有减轻 整个城市的环境 没有看得好转 你党政同责 你郭金龙和王安顺 你要不要下台 肯定是要下 应该是下台 如果在华盛顿 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这个第7的市长 肯定要完蛋了 那么但是 因为这个中共这个体制 现在就是追责的事情 尤其是追官员责任的 责任的事情 追的并不是 并不是像追老百姓 追的那么严那么紧 你看高瑜不是党员 要拿党籍来判 判他五年刑 拿国法 完了假不假 是这样的国法 弄得一下 普世强就在 就在言论自由上 说了一些这个宪法 允许他说的话 那就要现在就审 一年多 也不取保候审 他有严重的这个糖尿病 也不给取保候审 到现在我们也看不到 一个结论 就是说对老百姓 你用言行控法 对这个官员 你7600亿花 现在不是一个 重大的责任吗 你到现在雾霾 没有减轻 你不该治理 治理这两个人 到底为什么 这个治理雾霾 没有任何成果吗 你不该问一问吗 问责应该问一问 所以我就想 如果你这样的承诺 你都无法兑现的话 这么庄严的承诺 无法兑现 无法问责 党政同责体现在哪 习自己说 我要党政同责 你不能压有病了 给鸡喂药 对不对 你鸡和压有病 两个同时都 都给他要才对 这个要就是应该 他俩下台 对 你提出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也想来请教一下北风 就是这个 中国政府 还有北京当局 都提出了这么一个 这么庞大的一个 所谓这个防治污染 防治雾霾的计划 但是时间过去 这么 之前的承诺 没有兑现就算了 现在新的承诺 新的资金投下去 也未见成效 而且也没有看到 没有告诉人民众说 到底这个钱是花的 到哪里去 那么 这个部分是要如何来问责呢 另外就是说 民众今天就算要自救 他们上街去买了口罩 说我不要来吸入物 买可以吧 但是就会发现 我们看到报道说 在上海 查获了这个 几十万的这个 有这个 十二万的 这个假的口罩 那这个口罩 虽然打上了这个 3M的这个商标 但其实是不具有 来这个隔绝 这些空气威力 跟这个污染物的效果的 所以民众就算要自救 也没有办法自救 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个样子 北风 他面临自己的一些 本身结构性的问题 例如我们发现 最近的那个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话 他已经把去年说 要调整经济结构 改变为 还要继续稳增长 也就是说中国当他发现 如果出现经济下滑 大量出现失业 这种情况来讲 会对他的挣钱 构成直接的挑战 所以对中国 对中共当局来讲 重中之重的目标 还是保证权 那也就是说 经济发展 导向这种政策 是不能改的 那如果这种东西 不能改 也就是说 他怎么样去调整 他的经济结构 和来减轻这种排放呢 所以就是说 如果大的宏观的政策方面 已经是制定的情况下 变成这种控制雾霾 包括保证老百姓健康 这些东西 就成了一地空话 甚至就是说 当市场环境也同样恶化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 有钱的人 他们通过移民 通过搬家的方式 来实现自救 离开北京这种地方 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怎么办 他们只能买空气净化器 只能买口罩 但是他们很糟糕地发现 连空气净化器和口罩 都会有问题 例如国内有个知名厂商 出的空气净化器 里头在立网上 直接就给你加了层塑料膜 那他出来的空气质量 当然只是是很好 但实际上 因为他没有当空气进去 那厂家最后解释说 这块塑料布 原来你自己要把它拆掉 它才会起作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他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 那其实中国是受到 整体的气候环境 影响也很大的 包括像西藏高原的这种 冰川的融化 海平面的升高 西南的干旱 其实中国可能也会 面临这种恶果 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讲 他更要考虑的是 是当前的怎么样保证权 保社会稳定的问题 那所以中国尽管参加了 这次国际气候会议 也参与了 也签署了协定 但是最后 能不能在2030年达到 这种排放的峰值 能不能进一步 履行自己的承诺 我想这个其实 大家不用观察 大概也知道结果 是 那我同样我也请教 是赵云先生 就是刚才也提到 说空气 清净器可能是假的 这个口罩也有假的 中国民众就算他自救 也没有办法自救 那到底该怎么办 那就要么忍耐 要么就换一种方法 你不忍耐 但是不忍耐 你的行为是什么呢 那只有他们自己去选择 我们没办法带他们决定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说到 这个假口罩的问题 为什么这个打假始终是 高喊着口号打假 事实上这个打假就不利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三路南粉的问题 那不仅是一个假的问题 是给这个南粉里的 加毒药的问题 那么多的孩子 得了那样的病 相反这个河北省的 这个两个省级领导 我们现在看上次说到 这个聂书宾案的 那个当时负责人 就是胡春华 那我们看胡春华经常这样说 什么是对的我们不能干 知道什么不对的 我们才要接着干 这就是我们党的悲剧 那事实上就这样 那假口罩为什么 李进不止 不能禁止这样的问题出现呢 就是因为你打假不利 你的官员始终受不到这个惩处 那么老百姓就要看 你们搞假 你们政治上搞假 这个糊了我们60多年 天天说给民主 到现在也没有民主 那么你造假可以 是不是 你国有的奶粉厂造假 完了领导人得不到逞出 相反 这个维护自己权力的孩子家长 却被判刑 这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都很荒唐 那么他当然就会说 那既然是这样 那我们就 大家一起来造假 大家一来造假 谁被抓了 谁倒霉嘛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恶性循环导致了这个夹口罩 现在还禁止不了 不仅是夹口罩 其他东西也都会有价 这是一个问题 二一个就是刚才北风说到的问题 你经济结构调整 你一调整 调整这个重化工业 那么河北整个地区的 这个中南部和这个华北地区的 这个GDP就要下降 GDP下降 这是国金龙什么的 肯定不愿意的事情 所以就出现这件事 好的 谢谢这个赵云先生的分析 也感谢北风的分析 看来这个巴黎气候峰会的协定 还有北京的雾霾 可能都受到中国对政体的影响 还有这个夹口罩打假不利 也可能会对中国人民的健康 造成很大的影响 感谢这个前纽约时报 北京分社中国研究员赵云先生 还有独立评论人士 网民北风的温孕超 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VOA 十字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以及参与 在明天的十字大家谈节目当中 将讨论美国是否将担心 中国发动珍珠港式的袭击 以及回顾2015年 美中军事交流的成果 欢迎您随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 还有即将讨论的话题 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 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 卫视留言板留言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 证明论坛在Facebook 或是Twitter的账号上 发表您的看法 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 与我们互动 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别忘了锁定VOA卫视 我是黄耀义 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